我主要咋的呢 我就是现在差在哪呢 我跟你实话实说 就是我想过二人世界 我知道理解 这方面我都理解 谁不想找一次当未来 大姐未安勇敢相亲一次 大哥得知大姐 有个未结婚的儿子之后 直呼负担太重 拒绝了 天空一声巨响 大姐善良登场 做男士的媳妇 对 就做男装媳妇 那是咋就是你是买布料 完了给你做 不是 就是我娶的活 在那个商场 商场还有个人 你是跟商场或者个人合作呗 对 他们接单呗 他们接单 但是完了给我送来 我也不用出乎 小的时候 就是跟一个个人 一个南方人 一个师父 那刚才十九十二十 那时候学的 一直干这么些年 累不累呀 这么些年都不累 最小的时候 那工人活也多 那工人挺拼的 有时都够做到后半夜两点 那对呀 那时候年轻啊 你就睡一觉觉到第二天了 又好了 你现在不行了 现在你要是那么做的话 也不行了 那你这个一件 赚多少钱呀 也没有多钱嘛 一百多个钱 真是城墙上的手位 水平高啊 咱大姐虽然没有老保 但是却有一手 做西装的好手艺 这随随便便一件西装 就能装个一百来块 果然手艺人就是吃香 活到老用到了 而且现在手艺人那么少了 以后铁定越来越贵 再者咋有这手艺 只能还能做衣服开店 岂不是一举两得 别看咱大姐自己 就是做衣服的 但是人家那是相当勤俭持价 两百以上的衣服 压根就舍不得买 这不为了相亲 大姐才眼痛买了一身衣服 也才一百一十块 要不大姐为啥这么少 除了自己常年在家做衣服 很少出门以外 花钱地有很少 也就买菜啥呢 我穿衣服啥又比较细致 我这个人 就是不是那么浪费的一个人 习惯你看我也不总出屋 买些衣服我也没用 我这个没啥挑 你这裙子啥时候买的 昨天你给我发信息 我都没看着 回家了我才知道 你昨天新买的裙子 昨天新买的 为了见面啊 对啊 这裙子花多少钱呢 这裙子花一百一 那你平时买东西这个价位 是不是就比如买衣服啥的 多少钱以上你就舍不得买了 没有太高的 200的我就舍不得了 超过200我就舍不得了 我过日子比较仔细 这不还有孩子没结婚呢 我孩子都不用管 男孩 在哪啊 在那个商场上班的 也在吉利市啊 那销售的 最重要的是 大姐还有个还没结婚的儿子 咱不得为孩子 咱一点老婆本吗 说起这次 铁苏开花又缝一寸 大姐也是诸葛亮带兵 不打没把握的账 大姐相中了之前 上过电视的一位大爷 对方不但隐藏的感觉 家务火也是熟识得利利所所的 家里更是种上了各种花花草草 一看就是高雅银饰 整的大姐也是一颗方心暗许 这才鼓足了勇气报名参加了节目 天空两声巨响 大爷闪亮灯场 就在那儿 那边缘 有时候咱过去看看呗 行我把东西拿出来 拿啥东西 我买点水果 买水果了 那拿着 拿着呗 叔这礼节上到位 买几样呢叔 四样 四样水果 挺好 挺好 是这意思 行 谢谢啊 卢叔不用介绍了吧 看电视看卢叔 对 电视上看见你 你好 看着你来就鼓足勇气了 觉得你太好了 谢谢 谢谢 你这个上午穿那个裙子呢 不会呢 不是特意为了见鼠买的吗 是 我看感觉那个穿得好像特别胖似的 觉得显胖 是 那我昨天知道 在你的特意出去买了个裙子 这个很好看 平时穿瘦一点 素牙一点 对 三大爷也是讲究演 听说有人想中了自己 那也是十分高兴 这不立刻买了水果 就来乡亲了 咱大姐本来是特意为了乡亲买的裙子 因为觉得太胖了 又给换了一身素牙一点 别说 虽然这身衣服二了点 但是把大姐的身材衬托的更精致了 说起对彼此的第一印象 大姐对也是相当满意 觉得大爷比电视上看着还年轻 反观大爷这边对大姐却不是那么满意 看着书本人和电视上感觉 好像比电视上好像更年轻了 感觉人的演员挺好 一瞅就感觉立足 能达七十五分八十分那样 音不错 音还挺根本的 绝对是过日的 这一点我绝对想中了 那差那边差哪呢 你看到那牙吗 特别四番素牙 啥叫四番素牙 四番素牙去黑 是啥造成那为啥叫 就吃那药吃的 是四番素牙我挺介意 你的牙是啥 我的牙就是 是我这个岁数 我那个年代 你总生病了 我妈给我吃那个四番素 就是消炎感冒那啥去过了 就吃那个 给我吃成这样 我心整整的牙 要我说话我都不敢整嘴 不仔细也觉得有点 那是啊 毕竟我得给她那个啥弄 原来是因为大姐因为吃药 导致的是环素牙 不过这牙也没什么关系 整整不就好了 真是和尚进了尼谷啊 属实不妙啊 咱大爷一听 大姐有个还没结婚的孩子 直呼负担太重 不行 她说她这个牙以后想整一整 那服饰原床 她就心里不得劲 你是买退休的 我没有老板 我一直在家做一部 几个一孩 一个 一个儿子 多大的 29 没结婚 但是她也不是负担 她挺好的 孩子也支持 那不行 不行 孩子没结婚 你说她现在这孩子 到时候你拿不拿 负担太重不行 孩子这方面去找朋友 我就找谁也不给谁 不给谁那个天赋胆 这个意思 嗯 那儿子这边人家就说不用你管 你也心里头也觉得没底啊 都能说不用管 你看哪个说也不管 都不用管 完就是等你们一走了完 再过几天 你看都变了 你也是怕以后有负 这肯定的 你就记得 虽然大姐说了孩子不用大爷负担 但是这以后的事儿谁能说清楚 再说这以后都成了一家人了 不表示表示怎么也说不过去吧 大爷这头想过二言四戒 夏天在东北 冬天飞海南过冬 大姐这边虽然上有老 下有小 但是孩子不需要自己操心 老妈也还有弟弟照顾 跟大爷去哪里都没有问题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沟去 虽然大姐那边是同意了 跟大爷比一双飞 但是咱大爷原本就没打上跟大姐 双宿双喜 打着为大姐好的名义 其实就是在拒绝大姐 大姐也不是傻的 人家荡言也是听出来了 买卖不成 银一战 那就好好道个别吧 如果他身体不好 那也匆匆也随便 对吧 没事 这方面我都理解 谁不想找一次到位置 管咋地那什么呢 我争取的 是吧 那没事没遗憾 没事 你怎么 怎么那啥我都支持 行 原本啊 那是 没事没事 那我们就走了 那行 我帮你们了啊 谢谢你们三位小姑娘 也谢谢男嘉宁啊 祝他们都能找一找到如意良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看老年引相亲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